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糕仔 今次回到文明與征服 今次這條影片主要講的是我的 喚後感和遊戲的特色 遊戲特色方面 大家可以自由移動你的隊伍 以及就算撤退 也可以被對方攔截 即是對方撤退一樣 你也可以攔截他 他是一個比較真實性的SLG遊戲 好 還有一個方便的地方 是非常之適合這個SLG的新手 如果大家從來沒有接觸 或者很少接觸SLG遊戲的話 這個遊戲其實非常適合大家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一開始遊戲 主要都是推左邊的主線任務 其實都很簡單易明 主線都是推一推迷目 打打關卡 而一些配隊的建議 大家都可以在上方這個按鈕 可以看到相關的隊伍建議 而且英雄的獲得也非常簡單 而技能方面 亦都可以去到這個 Door Sample 去獲取 這個技能 是玩人數、玩策略 就算你科到多厲害都好 所謂雙拳難敵四手 你多厲害都會被對方打敗 因為對方可以用兩隊、三隊、四隊 那你打完之後總會有消耗 那你是打贏一隊打不贏十隊 所以呢 這個遊戲呢 就算是科想也好 也沒辦法單獨制霸 平民也好 也不會生存不到 所以呢 你科也好不科也好 也可以享受到這個遊戲的樂趣 這也是一個SLG的特色 所以呢 我偏向喜歡玩SLG 多過MMORPG 就是這樣的原因 而且這個遊戲也說了 簡單 還有是我見過 目前 SLG所有來講 畫面是最美的 還有它的精兵系統 非常之簡單 講說適合新手 因為精兵是完全不需要消耗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那些兵死了 然後又要用大量的資源去精兵 而拖慢你的法育進度 這個遊戲呢 它精兵的系統好就好在 它自動精兵 而且是零消耗 即是就算你 例如去打怪打人也好 翻了車 死了那些兵 不要緊 它自動精兵 你就過一個小時之後再玩 或者過幾個小時回來玩 又或者你去睡覺 明天早上起床 繼續玩 沒有問題 因為它精兵是完全零消耗的 所以你們可以大膽去嘗試 去打怪 大膽去打人 這些都沒有問題 因為對自己來說是沒有損失的 還有它有一個叫共享的城池 就不用擔心被清零 那你們玩SLG遊戲 可能是普通的 會被玩家搶掉你們的資源 那這裡不會啦 大家看看 搜尋一下這個界面 那你看到我這個城 那上面還有其他玩家的城 而我們 那麼多玩家 所共享的城池 就在這裡 這個位置 那我們會是一個 很多玩家共享的城池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是 不同玩家 不會單獨在一個點 被敵方去掠奪你的資源 令到你資源清零 那麼這個遊戲 就不會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方便 一個新手 玩這個接觸這個SLG 你們玩SLG最灰的地方 被人清掉資源 以及被人清掉兵 而這兩樣東西 在這個遊戲 其實 是很輕鬆的 資源清掉 又不需要資源去起兵 去自動精 而這個 資源清零又非常困難 因為我們是 共享城池 所以不會擔心被清零 以上幾點 都是一個 新手的友好設定 非常之適合新手玩 如果大家有興趣接觸SLG的話 萬明與青霍 是非常之適合大家 那他雖然說 不是非常之簡單的SLG 但是 現在普遍開始SLG 越來越複雜 而如果大家想接觸SLG 的話 萬明與青霍大家可以去嘗試 是非常之好 那大家試一下 無妨 其實我都很推薦這個遊戲 好 那這影片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幫手給個like 未訂閱的幫手點個訂閱 那我們下次直播或者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